须迷人也来吃爷做的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我来说 已经是个学习的好机会了 随便吃什么都行 我也随便吃点就好 吃完还得继续赶路 不是你提也要来的吗 怎么连你也随便了 那就看你了 暗博 随便来点什么条件 我也随便吧 提到黎月第一育儿专家 你可能想到平姥姥 我叫燕妃 是黎月港最顶尖的律法专家 没有之一 我是来自黎月的厨师香菱 最擅长的是做各种料理 我是瑶瑶 田恋门墙 师从勾成浪式真军 瑶瑶有礼了 或者是那个女人 你才是真正 用锁住我的红舍 若你懂得这份心情 就请留在我身旁 如果需要为你而战 我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真正的有耳朵正 三哥 伏舍大哥 嗨 伏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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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真不敌来者 一战中现实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现在黎月很难碰到仙人了 之前凡人都知道仙人的隐居地点 我们也只是听说 这虎牢山是仙人府邸 也能知道仙人喜欢吃什么 那我们做点仙人喜欢的美食 是不是就能引起这位 流云接风真军的注意了 现在最亲人的仙人也去城里了 所以本仙准备搬到黎月港生活了 导致城外就剩两位比较高冷的仙人 我归隐到此处后 将它种植在四周 这些年为我挡了不少滋扰 仙人饶命 仙人饶命 求仙人网干一遍 放我们兄弟一条生路 我给你补个蛋 我头都大了 天天找我捕捕捕捕 我凭什么 等这些仙人都走了 凡人很难像申鹤一样跃迁了 本仙是在一处山洞里捡到申鹤的 本仙见他无处可去 就收留了他 所以以后凡人想登仙 要么是家族传承 可以收我做徒弟吗 毕竟是远代的血脉 本仙就收你为徒吧 要么是嘴甜家情商高 不是吧 这就是仙人的徒弟 闭着眼睛都能画画 没有说啊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我们才说 这一定怎么怎么样 说不行吗 他也不是 我们讲 是在人为啊 我们可以办法 谁想办法 是在人为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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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